蓝天是白云最美的故乡 大地是小草成长的地方 亲爱的小朋友 大家平安 很欢迎我们一起来 快拜上帝 在大家的生活当中 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什么东西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丢掉了 遗失了你最宝贵的东西 那想一想你还记得当时候的 心情是什么吗 相信一定非常的难过或紧张 甚至是还哭哭会不会 那个医师不见了心情的感觉 真真艰苦 在今天的心情里面 我们也要来看 东西炮起来没去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内容的心情跟过程 跟我们的经验有没有一样 或是哪里不同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渴慕你的话 就好像入渴慕溪水一样 绝书讲你的道理 显明在我的心中 主虽然简简简单单的信息 但主我们知道 每一个信息都是重要的 上帝你让我们不轻看每一个 你的话语 你的教导 让我们听 就听见 而且去醒 主谢谢你 是给我们这样单纯的心 谢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的命祈求 Amen 上帝江临地的心电 上帝江临地的心电 就疼情 就恭敬 地宜 平静 亲爱的小朋友 大家平安 圣经故事里 耶稣用芥菜种表示信心 耶稣说 你们若有信心向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 信心就像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稳固的根基才能盖出坚固的房子 孩子们要常常读圣经 祷告 我们的天父会帮助我们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会很有信心 很有盼望哦 小小的梦想 能成就大事 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 小小的梦想 能改变世界 带来明天的盼望 耶和花是我们的力量 同心来围主传扬来八卦 前面的道路全然交给他 他比同才是我们刚强 小小的梦想 能成就大事 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 小小的梦想 能改变世界 带来明天的盼望 小小的梦想 能成就大事 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 小小的梦想 能改变世界 带来明天的盼望 上帝的创造非常奇妙 即使是路边的小花 小草 都可以看见上帝的大智慧 孩子们 我们要常常思想 纪念上帝的爱跟创造 天天感谢上帝的恩典 也努力让我们的生命 活出上帝创造的美好样式哦 当我抬起头观看天空 看见神的大荣耀 当我谈看夜 众星辰在天 看见神的大座位 看见神的大座位 在每一天 多么奇妙 多么美好 你手所造 我与众天使 一起来赞美你的名 当我抬起头 观看天空 看见神的大荣耀 当我睁开眼 众星辰在天 看见神的大座位 在每一天 起歌颂 美好 在每一夜 掌现神的大智慧 多么奇妙 多么美好 你手所造 万物都看见 你找着美丽的世界 多么奇妙 多么美好 你手所造 我与众天使 一起来赞美你的名 万物各送你 奇妙的尊容 万物各送你 奇妙的尊容 万物都要看见 你大座位 赞美与众天使 一起来赞美你的名 多么奇妙 多么美好 你手所造 我与众天使 一起来赞美你的名 我与众天使 一起来赞美你的名 我们的生命 生活上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的赏识 让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来奉献 咱们做会来唱奉献的西瓜 咱们做会唱奉献的声音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每一天保护 引导着我们 上帝 我们献上我们的心 我们的才能 还有我们的奉献为你使用 为上帝你祝福他 成为更多众人的帮助 我们的祷告不完全 我们要一起用耶稣的祷告文 一起来祷告 我在天日在拜 我你的名声 你的国 你不够 你的机意在吃 不得你 亲手在天日 我的日式 今天你给我 下帝 我们的孤父 亲手我也有下帝 孤父我们的人 不得带我日式 就叫我带你那个帮 因为国 官人 应更 隆使你所有 大大无情 阿们 亲爱的孩子 献上平安 现在是我们的信息故事 在我们听今天的神的话之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总是为我们预备时间 只要我们愿意 不论在哪里 主啊 我们都可以听到你的话语 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专心的灵 也帮助我们能明白你要教导我们的事 孩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5章3到7节 耶稣就用比喻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了呢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 回到家里 就请朋友临摄来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 欢喜更大 小朋友 读完今天的经文 是不是觉得今天的故事好像是和羊 又和失去找到有关系呢 那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原来呀 这是耶稣说的 关于一个迷失羊的故事 有一个牧羊人 他在他的羊圈里面 他养了一百只羊 每一天早上呢 他都会带着这些小羊儿啊 去美丽的清脆的草原上吃草 他和他们一起玩也会唱歌给他们听 小羊的毛如果长长了 他也会帮他们剪毛 这个牧羊人啊非常爱他的羊 他认得出每一只羊的声音 而且他知道每一只羊的特别 有的很活泼 有的很安静 有的很爱撒娇 牧羊人不只陪他们哦 他还为他们张罗一切 吃的喝的还有住的 甚至啊羊圈外面 如果有野狼猛兽在外面回荡 牧羊人也会负责保护这些羊儿的安全 刮风下雨或是下雪 他都会留意他们是不是睡得好 住的是不是舒服 身体是不是健康 而且他每天晚上他都会数羊 他一定要数到一百只 他才会放心的睡觉 有一天他数数一数 数到九十九只 啊就没有羊了 他心想是数错了吗 他又再数一次 真的只有九十九只耶 天已经暗了 那是先回家睡觉 明天再看看那个羊 会不会自己回来 哦不不不 哎这群羊的牧羊人 他一发现他的一只羊不见 他就开始找那只迷失的羊了 他翻山越岭 他走过小溪喊旷野 他心里面想我要赶快找到他 免得他遇到了野狼 或者是免得他晚上要睡在旷野 他会冷 他会感冒 牧羊人的脚底磨破了 他也不觉得痛 因为他一心一意 他只想找到他的羊 终于啊 他在一个山癌边 他找到了走失的羊 那羊被山臂割破了肉 流着血 但一听到牧羊人的声音 那羊就 咪咪咪的叫 哇牧羊人当然 马上就听出那是他宝贝的小羊 赶紧将他抱起 他心里真是太开心 他终于找到这只他心爱的小羊了 他扛着羊开开心心的回到家 而且他将羊呢 包扎洗干净以后 他就兴奋的告诉左右邻居说 来来来来我家吃饭 因为我能找到这只羊 真的太开心了 今天我要请大家吃饭 庆祝庆祝 小朋友你们知道牧羊人找到羊的心情吗 你们是不是有在路上有看过寻人启事 或是去寻找那个狗狗或猫咪的海报呢 还是你自己家里就发生过家里 宝贝的猫咪跟狗狗走私呢 找不到的心情是不是很害怕 怕他被抓 或者是怕他不会过马路 可能会被车撞 而且如果走私的是人 那担心就更多更多了 他会完全没办法睡 也没办法吃 所以这个牧羊人可以找到羊 他那个非常兴奋的心情 你一定懂 蛤?什么? 你没有养过宠物 所以你不能感觉这个心情 没关系 耶稣呢 他说了另外一个有关失去的故事 你是不是有心爱的宝贝呢 这故事呢 就是跟不见东西有关 这个故事是这样 就是有一个妇人啊 她很照顾家里哦 她的先生也非常的相信她 把她辛苦工作赚的钱 都给这个妇人保管 这个妇人每天都会仔细的检查 钱有没有算错 因为每一分钱都是她先生 辛苦工作赚来的 有一天啊 她数完这十个钱币 就在要收的时候 哎呀 掉了一个 哇 这一个钱币 可是老公辛苦一天的薪水 她马上呢 就将蜡烛点起来 让房间可以亮 因为那时候的房子没有什么窗户 所以房子里都是暗暗的 而且地板也不是像我们现在有着水泥 或者是瓷砖这样很方便找 那时候的地板是坚硬的泥土 它会盖上晒干的芦苇跟灯芯草 所以钱掉在地上真的很不好找 那这个妇人看中这个钱币 她打扫屋子细细的找才能找到 找到了她开心的也是告诉她的左右邻居 而且她还邀请他们一起来庆祝 小朋友你发现了吗 这个牧羊人迷失了羊 找回来她也开心的找邻居庆祝 妇人掉了钱找回来也开心的找邻居庆祝 可见他们对于失去的可以找回来是多么多么的开心 那你知道我们也都是神一个一个找回来的吗 所以你现在读着圣经听神的话 我们的天父爸爸是非常开心的 但是我们身边仍然有许多人不认识上帝 他们不知道耶稣的爱 他们也不知道虽然他们还不认识上帝 但上帝已经先爱他们了 他们甚至不相信你说的耶稣是真的 小朋友圣经里的话都是真的 如果你相信老师真的很为你开心 因为代表你伸出手给找到你的耶稣 耶稣他像扛小羊一样把你扛在他的肩上 他为你回家而开心庆祝 我们也要把这样的福音继续告诉我们身边的人 因为耶稣也像那位坚持要找到钱币的妇人一样 他们不放弃寻找 为的就是将他的孩子都找回来 上帝对每一个回家的孩子都高兴的 比已经在家的孩子还要开心哦 小朋友你还不认识神吗 当你听到今天的信息 老师鼓励你继续的稳定的每个星期都来听 或者稳定的到教会参加主日学 因为你就是神在找的小羊 而已经稳定在教会的小朋友 别忘了哦 常常感谢主 在你还在妈妈肚子的时候 他就已经认识你 找到你 让上帝的爱可以充满你 使你可以常常关心身边的人 也可以体谅那些因为还不认识上帝 所以常常做错事的同学 为他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爱不可爱的人 因为上帝是非常喜悦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的家中 分享美好的福分与恩典 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句 今天的经句在路加福音15章10节 上帝的天使也要为了一个罪人的悔改而高兴 大家是这样黏的 派人中有一个人欢会 就在上帝天使的面子 为了他欢喜也是这样 小朋友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 今天的礼拜到此结束 但是生命的功课永远没有结束 是吧 这样今天的信息常常放在我们信中 或是你也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礼拜你有没有突然间经验到 丢掉什么东西 掉了什么东西 然后呢记得把这个圣经电容想起来 然后彼此再连结想想看说 哎哟 那我应该要这么来面对 相信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怎样 不要不见了 不要丢掉遗失了 因为我们的心很重要 让我们的心常常连结在上帝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愿你的爱 你的扶持保守 常常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的心 带领我们的生活 特别看顾我们的眼目 我们的心思 常常连结在你身上 主不偏离 因为上帝啊 周围的事物 我们如果一直定睛了他们 主相信我们的眼目就离开了你 主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也许就开始被遗佑偏离了你 随书愿主你看顾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主的名祈求 Amen 现在说朋友 今天的礼拜到这里 我们下个主日相见 一起敬拜上帝 拜拜